交通部证实本地注册车辆明年将装置的行车器设计不会改变 交通部长王以康说 这是当局选出替换现有月卡器的最佳方案 也受到合约的约束 交通部长王以康在Facebook贴文解释 解决散热问题是设计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承包商选用三个部件组装的行车器 是为了避免信息处理部件在高温天气下过热 此外 新显示器只比现有装置稍微大一点 专家认为新型车器的设计应该将保修纳入考量 当局明年下半年起将为现有注册车辆 更换新的行车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